5月18日消息 小米官方近日宣布 小米CV3将全球首发天际8200多车芯片 据称 这颗芯片是联发科为小米CV3量身定制的一颗SoC 在影像和性能方面均有升级 根据此前报道 小米CV3将支持5G一网漫游功能 只要手机有5G信号 就可以接入不同运营商的5G网络 且无需更换SIM卡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的是电信卡 所处的没有电信5G但有移动5G 手机会优先连接移动5G 除此之外 按数码闲聊战称 这款手机将采用前置双摄方案 均为3200万像素三星S5KG-D2传感器 后摄采用索尼IMX800大地主摄OIS 屏幕支持120Hz高刷新率 内置4500mm 支持67万快充 5月18日消息 小米官方近日宣布 小米CV3将全球首发天机8200落车芯片 据称 这颗芯片是联发科为小米CV3量身定制的一颗SOC 在影像和性能方面均有升级 根据此前报道 小米CV3将支持5G一网漫游功能 只要手机有5G信号就可以接入不同运营商的5G网络 且无需更换SEM卡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的是电信卡 所处的没有电信5G但有移动5G 手机会优先连接移动5G 除此之外 i数码闲聊战称 这款手机将采用前置双摄方案 均为3200万像素三星S5KGDR传感器 后摄采用索尼IMX800大地主摄OIS 屏幕支持120Hz高刷新率 内置4500mm 支持67万快充